歡迎收看收看阿倫 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現在…有沒有發現我變成佐駕了 沒有錯 我現在人在台灣 然後我現在在開車 然後我今天的這支影片 主要是想要去看看台灣的中古車 對 為什麼我會想要看中古車 因為雖然說我前陣子跟大家在討論 我在日本要買什麼車 但其實我在台灣最近其實跟小米也有想說 需不需要去買一台代步車這種感覺 然後我們目前的中古車需求 大概就是第一個我們… 因為大家知道我們現在有開始在做一些關於露營的生意 所以我們偶爾可能會在台灣露營 或者是說會去跑一些店家之類的 對 就是要有一台車可以南北跑 然後另外第二點就是 偶爾會想要帶帶家人出遊 或者是我們自己出遊之類也好 對 然後所以就是 就是你想說有一台中古車是不是也會比較方便 然後另外偶爾因為可能也會有那種 載貨需求 對 有載貨需求的話 可能也需要有一點點空間的那種車 但是因為我們預算有限 我們目前的預算大概只抓台幣 大概30萬左右吧 然後是需要能夠買一台車 對 然後我們現在所要前進的地方呢 就是要去見一位據說在台灣的中古車駛 非常有份量的一位前輩 就是小師 對 然後想要去請他推薦我們幾台呢 就是關於我們需求會用得到的那種車子 然後並且聽聽他的介紹之類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吧 好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小師他的中古唱這邊 而且他已經來到了現場 有沒有 他現在出來迎接我們有沒有 小師哥你好 好 我們現在趕快進去看一下 究竟小師哥會推薦給我哪一些中古車 可以讓我們看看呢 我們就趕快進去吧 喔 他這邊的車真的超級多耶 我現在從門看到那邊 大家可能還看不到 就是那邊也都是停滿的車子 唉唷 我們現在來到了上野啦 OK 我們終於見到小師哥本人啦 YA 對 我想要問一下關於小師哥 就是因為我有稍微 事先有先傳給你說 我的需求大概是什麼樣子的嗎 對 那等一下想要請小師哥來幫我推薦幾台 就是你心目中的車 但是在推薦之前我想要先問一下 好 就是想 請問一下因為我是第一次購買中古車 對 那想要在買中古車的時候 有什麼會需要注意的地方 哇 非常多耶 這可能要噴七七四十九級啦 買二手車大家都講說水很深 這是真的啦 就是要注意的事情特別多 但是我其實我把握一個最大的重點 從最淺開始說 因為現在的評價制度 還有這個社群媒體制度都非常的完善 非常透明 所以我當然首要我會覺得 如果你找到一個比較具有公信力 或是評價比較好的車行 我覺得這是首要啦 因為找對車行其實就省去了你下面很多該注意的事情 對 而且剛剛我跟小師哥稍微聊過 就是我們有聊到說 在日本購買中古車跟在台灣購買中古車 其實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 差非常多 其實中古車不外乎大家擔心的是前一手使用的狀況怎麼樣 所以比較列舉 像我們剛剛從最前講 我們想稍微深入一點點就是 擔心為什麼有事故車啊 對 或者是有泡過水 還有一個就是這個里程速可以做調整 對 它可能本來是計程車改回來 租令車 有沒有像我們去日本租車的那一種 被人家退下來然後來賣給你 因為那種車車況就是不好掌握 每個都不同的車主去 開車的習慣都不一樣去 然後反正不是它的車它就亂開 所以我們就那個車況就很難掌握 不是說這樣的車不能買 而是說賣給你的人有沒有提前告知你 在你買之前說 啊這台之前可能怎麼樣怎麼樣 那因為這樣我們反應在售價上面 當然能接受的消費者他就很好就買 這樣才叫透明嘛 所以最怕就是什麼不透明 對 好有時候曠日費時啦 很辛苦 我只是買一台二手車來代付 花個幾十萬 就是沒有錢我才買二手車啊 還有這個所謂的售後的服務跟保固的部分 那很多都需要考量進去 然後因為我本身 我有到日本去考察過當地的二手車生態 所以最大的一個不同 我剛剛有感而發的跟阿倫分享 就是說 我去那邊問那邊二手車的店家說 欸那你們的客人會 你怎麼說服你的客人說 我的車沒有事故 沒有泡水沒有調錶 你如何說服他的 那個老闆很疑惑的眼神 你看著我 我雖然聽不懂日文啦 但是我看他的眼神 你要看表情看得出來 對他就很疑惑說 啊我為什麼要騙他 我忽然 好像被電到一樣你知道嗎 他們會覺得說 我沒有必要為了一台沒多少錢的二手車 把自己的商慾把它打壞 把自己商慾打壞 那客人也是這樣的想法 所以他們雙方見面的時候 那種交易是愉快的 那在台灣像疊對疊一樣 對 對其實我真的 我在來之前 我上網去爬了很多文 對 就發覺在台灣買中古車真的是 對 很多人就會擔心東擔心西 就到底會不會有什麼問題啊 會不會表面看起來很乾淨 其實裡面已經都爛爛的啦 之類的 甚至我遇過一些客人 先到店家門口觀察一下 裡面走來走去的人是什麼樣子 然後確定有要再趕進去 真的還蠻有趣的經驗分享 對 好那現在我現在差不多要進入 我們正式的行程 就推薦我們車子的環節了 然後我現在其實有主要就是三個需求 對 我記得你有需求是好照顧 然後空間 對 還有預算 對 沒錯 預算是最重要的 對 還有預算 因為大家知道我其實我最近真的是 有在日本也是要買車的 對 所以其實說實在我的預算並沒有很寬裕 所以這次就希望能夠以大約 台幣30萬左右 對對對 我覺得重點是預算 其實我覺得你 阿倫這樣找車的方式蠻正確的 我真的嗎 對 就是說你先把你手頭上 能夠不會造成你的生活的影響的 你打算要買車的預算先訂出來 那我們在你的預算裡面 來挑選一個無論是 你好不好照顧 你適不適合你的空間使用 大小 然後再來一個是好不好照料 還有最重要 其實我覺得買車 回歸到一個最重要的原點 雖然我們預算有限 但是我們還是必須從這一些車裡面去挑出一台 自己最喜歡的 沒錯 你看到它的那個moment 還有你門打開坐進去那台車的那個感受 我覺得你手要要以那個為準 至於那些什麼好不好照顧安全什麼 我覺得那都是在其次的位置 我還是很強烈的跟消費者講說 其實就要買一個你喜歡的東西 是最重要的 沒錯 至少你每天開到它你是愉快的 你不要因為說小師哥很專業 推薦你這個最棒 然後你沒有很喜歡 然後結果你還買它 那我覺得這樣就打妹 打妹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台 第一台 這台是 這個叫Mitsubishi 30的Core Plus 2018年的Core Plus 阿倫有沒有覺得 它這個車頭 因為它剛好這個世代啊 跟你看的那個德利卡 就有一點類似的世代 對 有一點像 它其實車頭蠻帥的 對 就是它的家族的一個特徵 就Mitsubishi 在這一個Generation 它的設計的概念 就會是差不多的 因為2018年到現在也就5年的時間 那基本上 日本的車大概8年才會做改款 所以過了8年才會是下一個世代 而且它這整個看起來 我真的覺得還蠻帥氣的 對 然後這一台車也會是今天我們三台車裡面 你能看到你會覺得是最新潮的 就是你看到它 你不會覺得它是一台 蠻舊的車子 對 完全看不出來 因為現在新車線上販售的 也長這樣 所以它現在是最新的世代 就是長了這個樣子 所以是開出去呢 一般人其實看不太出來你的是 2022年 2023年的 還是2018年 然後它是1500cc的 那現在它的那個變速箱形式就是 叫做CVT 無段變速 那這是現在的主流 無段變速就是它非常的省油 但是開起來呢 比起傳統的變速箱比較沒有爆發力 它整體來講 我覺得它不算是一台大車 對 它其實是一台小車 它是屬於那種 你看起來很小 但室內空間很大 來 我帶你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室內空間 而且它的配備還不錯 它有這個iKey iKey就是免鑰匙的啟動系統 然後再來 它在鏡子這邊有一個盲點 這個也是現在新車才有的東西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它裡面的空間還蠻不錯的 阿倫你可以上車先感受一下 不用客氣啦 直接就給它坐上去好不好 我可以 它裡面很新耶 有一個新車的味道吧 對 有一種新車的味道 發動看看 那中央也有一個螢幕 它也會有倒車的 影像的顯示 它有倒車的影像嗎 有 有倒車的影像顯示 而且它已經改成全彩的液晶螢幕顯示 好 來看一下後座吧 後座空間就比較 普通一點點對不對 但是好像也還行 對啊 完全可以 雖然說前面以我的 176的身高來講 前面是空間不多 但是我覺得也沒有碰到 你是屬於那種常會滿載的人 還好其實 對啊 所以還是要顧慮到你的使用 好 那後車廂呢 也很像德利卡 就是現在都設計這樣一條線的嘛 帥的眼睛的感覺 對 那我們現在把它後車廂打開之後呢 其實它後車廂很翻場 其實它最 最厲害的地方在這裡 對 它這個可以去調整它的高度 好 你把兩塊板子拿起來的話 好 它就變成一個平面的 這個也是很多車沒有的 所以有做這個把手 那手錶是幹嘛 來 它就放平了 一鍵一鍵拉平 一鍵躺平 但是起來的話 你就要到前面去把它翻起來 起來就要去平 對對 要不要注意那條安全帶 對 要不然會夾到 對對對 這樣就OK了 來那講到一個 我們在講這個二手車的部分對不對 其實啊你們這樣看是不是好漂亮 但這台車呢我可以給你們看喔 很有趣 但你這樣看看不出什麼東西 來一個重點你看喔 有沒有看到它這個螺絲啊 對 是不是有一點邊邊掉漆了 對 這就代表這個螺絲有被旋轉過對不對 對 那為什麼它會旋轉過呢 因為這個門 它的屁股曾經被稍微的頂到 所以呢它這個門曾經有修復過 所以這樣看得出來 用指甲去按壓這個膠是軟的 那你不知道硬的是什麼 我等一下帶你去摸硬的 你現在指甲壓 可以把它按到底沒關係 它會硬一聲喔 好反正很軟對不對 有有有有有 好有 來你來看這個門 它正常的膠應該是這樣 你用指甲按壓它這個膠 你壓不下去的 這是硬的啊 對 這個是原廠的 那剛剛的那個軟膠是後修的 所以這台車呢 它的這個蓋子啊 曾經被後面的車頂到 修復過 就這樣子 而且我發現到一些事情 它這台車是有電動的後門 對 對它是有電動的 所以它這個蓋子曾經有修復過 那有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在賣之前 我們必須要做一個告知 我要告知你說 欸這個 這台車 曾經發生過什麼事 對這個地方曾經有修復過 但是有時候呢 你後面被頂到 很多懷疑 哇 是真的頂到稍微凹進去呢 它就砰撞到這邊來 還是一台車變成三分之二台車 對 來這邊有個膠 我們去壓它是硬的對不對 這其實你不說是膠 我不覺得它是膠 對它是膠 它真的很硬 它就是喔 這塊板筋跟這塊板筋 接合 焊接完以後把它補起來 防止它生鏽 那這個膠就是硬的 那我們至少可以確定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撞擊 其實就是這個的表面 就是只有這邊 然後沒有到這邊 對沒有到這裡 我們其實就是很像考古學家 我們要從外額內慢慢的去看 所以 因為我們出去跟人家收購的時候 很多的 我坦白說 消費者也不會跟我們說 他之前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他想賣 好一點價錢 好一點價錢 他可能會考考你 你沒看出來他就賺到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專業的一個知識跟技能 來判別鑑定 買一個合理的價格 而且為了我自己的利潤以外 也為下一個買的人把關 因為我買錯了 連我都看不出來 我傻傻的也把它賣給你 一直到你手上 你可能開三年都不知道你後面被撞過 爭議就會這樣出現 所以我們必須要好好的去鑑定 我們必須要這樣的能力 才有辦法告訴我們的下一個消費者 他才跟我買的安心 OK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屬於 它雖然呢 身材很小 但是呢 其實內部空間的運用很靈活 感覺滿自由的 對你偶爾要搬個東西 帶個比較長的東西 其實也都有辦法幫 對 對因為像我現在家裡面的車是一般的轎車 它的後車廂就沒有辦法像這樣 直接跟裡面通在一起 對對對 你長的東西就沒辦法 然後五門先輩車是現在最流行的 因為它高度沒有受限 你如果是四門車它高度只有這樣而已 就是其實說實在的 我覺得它裡面 剛才坐在裡面整體的感覺 跟我這樣看起來在家上小事哥 跟我稍微講解一下這台 不是因為這比較不會有落差 對我覺得 等一下我們接下來要看了 你就會覺得有年代感 所以這台是最新的 先讓你看一個最新的 我覺得這個很多 就是跟日本在看房子的時候一樣 他們都會安排好說 你要先看第一間第二間第三間 然後一定會挑一間最好的讓你看 然後你就會心癢癢 這不知道可不可以講 我不行你再剪掉好不好 就很像我們去酒店挑那個妹妹的時候 他們第一輪進來會先把漂亮的 越來越差 然後你就會回去說我要第一輪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的概念 好啦不好意思 我把我的頻道時代有帶到這裡來 我們現在前往下一個小姐 我們現在前往下一個小姐去看看 OK 對 三菱的Mitsubishi Core Plus 三菱的Core Plus 對 然後一樣我們來試乘一下 那它這個就是比較高科技 異級面斑出花 各位小事 拜拜 我們來感受一下這一台小鋼炮 它還有限速警報耶 它有在抓這個那個周圍的速限是多少 小車有小車的好 旁邊的距離很好抓 這個儀表上面也會有鈦壓線 對啊 那個鈦壓 我看以為鈦壓絲就是鈦壓 對 就是鈦壓 類似啦 但這台車我覺得它很好看 阿凱對這台車有什麼感想 這台的車型比較新是2018年 安全配備跟它的科技的部分會比較多 嗯哼 只是但其他部分的話 好像覺得中位的動作 就是 成如 阿凱說的 還有裡面的設計 就撇除科技感以外 設計不是我喜歡的 都圓圓一波幅的 圓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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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像新的一樣 真的也很乾淨 真的是有那種整理過 對 就是會把它檢查過 來 輪胎怎麼看它的新舊 你看它的胎位很新對不對 嗯 對 還蠻深的齁 那你可以看到輪胎上面 你可以找到一個四個號碼的數字 嗯 它是寫2519 對 那就代表這個輪胎是在 2019年的第25週生產 哦 那再加上說這個是馬牌輪胎 它是歐洲的輪胎 嗯 所以它生產完 再運送來台灣 裝在這個車上應該將近20年 嗯 所以等於說這個胎大約是三年的輪胎 嗯 一般的輪胎呢 可以使用的一個 期限大約是四到五年 所以這個輪胎大概還可以用一到兩年 那由胎紋來判斷 它應該後期比較少開 嗯 所以它胎紋其實還蠻深的 是 大概這樣子就可以去判別一個輪胎的新舊 嗯 我看它後面應該也是一樣 每一萬應該是四輪一起換 喔沒有喔 你看 它這個就舊了 三五一七 對不對 所以就是一七年三五 這個就建議更換 嗯 它胎紋也還蠻深的 但我建議換掉兩個輪胎 嗯 它最終點是一種 你說明上面 chew 說明不 컸啦 Devices 說明報 說明不得 阿 是